以下是播映魔術世界 大家好,歡迎來到魔術世界 今天的節目非常豐富,你坐好了嗎? 坐好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帶一個魔術 在我手上有六隻牌,這六隻你選一隻認住 同時畫面上會出現幾個圖案,你選一個 這六隻,你認好其中一隻沒有? 認好,我洗的 在我洗的時候,我會一度感受一下 你剛才選的那隻是哪隻 這隻是你剛才選的 在我手上這五隻,這隻不是你的 這隻也不是你選的 這隻也不是你選的 這兩隻更加不是 因為手上這五隻牌,沒有一隻是你的 因為你選的那隻,我已經代好了 魔術 哦,我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們可以用心理學的概念 去幫助了解真實的情況 當魔術師叫你在六隻牌裡面選一隻的時候 你的專注力 Attention 就完全放在其中一隻牌上面 同一時間 魔術師叫你選擇一個圖案 這個過程,也增加了你認知上面的負擔 Cognitive workload 其實 當魔術師洗牌的時候 他已經把這六張牌 完全換走了 但由於你的專注力 只是放在你自己選擇的那張牌上面 你並沒有留意這個過程 你並沒有留意這個過程 所以 無論你選擇哪一張牌 你都會發現 你選擇那張牌 好像被抽走了 人對於環境的轉變 有時並未能很清晰地回覆 心理學稱這個現象為 Change Blindness 導演,這裡太多閒雜人了 我們去別處拍過 好 好,我們現在試試找幾個朋友來玩一下 先試 不如就找兩個女生,好嗎? 過來吧 有沒有興趣去玩幾個遊戲 沒有 不如我們先跟觀眾說Hello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阿欣 你呢? Janny Janny 好,不如我先跟阿欣玩一個遊戲 好嗎? 之後就輪到你 好 現在這裡有兩個點 對,我們試試 你跟著我來做 我黏在這裡 對,好像這樣 黏在額頭那裡 亦都黏在你那裡 你的手就試試放在這裡 對,你跟著我做 這樣,跌下來 看你行不行 你也跌到 我們試一次 這次弄緊一點 對 跌不跌到下來? 對 對,還跌到 我這次試試弄緊一點 看它還跌不跌到下來 對 很緊 很緊 試試好像我這樣跌下來 跌不跌到 對,試試躲起來休息 對,拍拍 你腳在哪裡? 你腳在哪裡? 你在這裡幹什麼? 不好意思,在拍攝 我知道你在這裡幹什麼 魔術師利用了 Sensation 知覺的一些特性 去誤導這位圖人 他把這個銀子 按在這位圖人的額頭上面 而額頭上面的Sensory Neuron 就會將信息帶到大腦 但當這個刺激不停重複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Sensory Adaptation 令到這個Signal減弱 或者消失 所以最後 圖人並沒有為意 魔術師已經拿走了這位銀子 只是用手指去按住額頭 而圖人所感受到的 就是我們稱之為一些叫做 有足感產的 不要妨礙我們 我們繼續 不好意思 剛才被那個怪人騷擾 我們繼續剛才的遊戲 剛才跟阿欣玩這遊戲 不如今次就跟朋友 Janny Janny 不如碰一碰位 朋友仔麻煩你幫他拿著 剛才我們用了兩個Coin 現在我們只用一個 麻煩你伸手出來 我現在把Coin放在獎心裡 是在這裏的 好啦 握緊去 我們調一下 現在這個Coin還在手掌裏面 我們讓觀眾看多一次 我一會兒會把這個Coin變走 現在我先拿開它 Coin已經在我手掌裏面 好啦 讓觀眾推高一點點 再高一點 高多一點 讓觀眾看一看 在推高的時候 Coin自己在掌心裡 消失了 讓觀眾看 他的手都沒有 那Coin去了哪裡 大家看看他的股口 好 我們來一次 你看 Coin還在 我們來一次 你不要聽人家說 魔術師運用了他對於 attention 和 sensation 一些知識 他誘導另一位圖人 首先 他把這位圖人的注意力 放在拿著眼仔的手 在這個時候 他用他的說話 和一些動作 去令到圖人分散注意力 其實 他已經把這個銀仔 偷偷放在另一隻手裡面 與此同時 他也把這個銀仔 放在圖人的膊頭上面 如果我們看回這個魔術師先前的動作 你會見到 他預先 已經先按了這個圖人的膊頭一下 令到他不為意 在稍害的動作 他要把銀仔 放在上面 在心理學裡面 當我們的注意力 只能夠專注在某一個範圍的時候 我們稱這個現象為selective attention 在心理學裡面 你幹嘛又來啊 助手 那你告訴我 現在的項目在哪裡 嗯 你還以為是在膊頭嗎 魔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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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